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是7月18号 那么彦荣来跟大家分享 今天历市上涨的昆盈 那么之前在4月19号 赖当中直接先预告公开 从19块涨到39块 一个月内资金先翻倍 接着在7月2号41块附近 再提醒一次 就到今天 已经又将近来到70块附近 已经飙了70%了 那所以昆盈第二 它复制的是昆盈本尊的 这个逻辑的速度跟幅度 那所以今天昆盈第二的目标 也一定会狂飙 目标70%以上的这个空间 欢迎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大家加LINE进来 留言2365加上电话 或者是2365加上LINEID 来跟上彦荣的行列 请锁定今天的节目 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彦荣在最近呢 一再的提醒大家 台积电跟鸿海忙买太早 不要买太早 结果今天果然在跌 好了 所以其实很多人在问说 哇老师你看这个台积电 真的太准了 从目标价1065的提醒 然后呢跌下来之后 又告诉大家1055 如果没有站上去 不要买太早 果然都没有站上去 果然一路续跌 那请问老师 台积电跟鸿海的买点接近了吗 好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对台积电鸿海来买点 都很有兴趣 等一下呢 我们会一并的做分享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彦荣想跟大家来结个缘 如何结缘呢 好欢迎大家 透过小老鼠小A178 小老鼠小A178 这个LINEID写下来 等一下呢 加入我的粉丝团 留个贴图给彦荣 来跟彦荣老师结缘 或者说拿起手机 打开LINE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这个QR Code 扫描之后呢 那么也要记得 给彦荣老师一个贴图 好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 好那么大盘的部分 等一下我们会做一个分享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4月19号 LINE预告的这一个昆盈 19块涨到39块 一个月内资金翻倍 7月2号不到41块又提醒 那今天已经来到 将近70块了 又70%了 这验证的一件事情 就是彦荣老师 带会员跟留电话的粉丝啊 经常第一时间 有长虹涨停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你会看到包括6月2号 周报所做的预告的光盛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也两个月不到 就拉了17只涨停的空间 所以各位朋友们 您加赖进来了吗 如果您还没有加赖进来 请记得现在就加赖进来 留贴图 将来像昆盈 像光盛 要翻倍之前的低点 你会在我的赖粉丝团当中 会看得到 所以请记得加赖进来 留贴图 让系统知道 你已经来了 好那所以呢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一下做一个加入就可以了 好那7月份的震荡 晏龙老师有提醒吗 当然有啊 在7月5号 7月8号 我就跟你提醒了 我在6月28号 我就告诉你说 7月份再涨千点 涨完千点之后 7月8号左右 我就跟你说 7月中开始要震荡咯 结果你看到没有 有没有震荡 开始震荡了 但是震荡的同时呢 接下来要怎么走 你要把握补涨股 补涨上车的机会 那今天补涨股当中 最标的一档股票呢 就是昆盈第二 昆盈第二 目标70%以上 欢迎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们 现在加LINE进来留言 2365加上电话 或者是2365加上LINEID 来跟上燕荣老师的行列 好小老鼠小A178 写下来就可以留言了 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那我想大盘的部分 在今天 这个川普要收这个保护费 台积电找底 那大盘就应声倒地了 那现在我们的一个 标的一个注解是什么 两天左右第一只脚反弹 第一只脚反弹 你一定要记得做 太弱换强的动作 一定要记得做 太弱换强的动作 为什么 因为这一个RSI的低点连线 已经跌破了 跌破之后呢 今天虽然有拉高一点 但是这个地方 说真的第一次回撤 应该是支撑 现在第二次 其实跌破的机会比较大 那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的这个电脑图 来确认一下 目前整个大盘的部分 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没有错 就是整个低点 这个低点跟这个低点的连线 你延伸一条线上去 它其实是跌破的 是跌破的 那这个地方 包括在20日均线 今天也小小的跌破 也小小的跌破 所以基本上要特别特别的注意 注意些什么呢 就是说整个指数的部分 看到在这个23400 好这个23380是 要重新计算的 应该是23400 23400点 那今天正好收盘差两点了 23398嘛 那我认为23400 再跌两天 连续两天站上去之后呢 我认为啊 就有机会来产生一个 所谓的一个 假跌破的这个现象 如果站不上去的话呢 那你就特别注意了 我认为这个 你一定要寻求第二只脚 才是真正大涨的时刻 那现在是第几只脚呢 现在第一只脚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第一只脚 就是浪面的水果 浪面的彩彩 想水也想好也 就是第一只脚 那第二只脚的时候呢 这些好股票 可能都已经飙三只涨停 四只涨停了 所以一定要特别来把握 明天后天大好的机会 就明天礼拜五 以及下礼拜一的 这个大好机会来做布局 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 当然包括光通讯啊 能源概念股的AIPC呢 这些族群当中 当然都有所谓不错的这个 水果跟青菜 可以让你来挑 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那当然我想你想了解到 每天大盘的高点低点的 关键转折的 你可以加赖进来留贴图 会比节目领先一步的了解 会比节目领先一步的 在早上七点钟左右 就会先了解当天大盘的高点低点 大盘高点不对的股票 想收割的股票先卖 大盘低点目标股 就在大盘低点附近做进场 价钱就会买得不错 所以为什么要知道大盘的高点低点 就是这样一个由来 所以想了解大盘的高点低点 加赖进来留贴图 那么在每天早上七点钟之前 就可以领先知道答案 好那么台积电红海 一再提醒大家千万别买太早 那果然验证了 果然验证了 那现在这个位阶上 20日均线好像都跌破了 那现在就是足第一只脚的反弹 那当然包括第一只脚的一个买进价在哪里 验龙已经算好了 已经算好了 如果你想了解台积电跟鸿海的第一只脚买点在哪里 欢迎台积电的部分留言2330加1 鸿海的部分留言2317加1 进来索取这个买进价 好联发客的部分 因为A指标数据有创高点 所以这个1500点将来过的机会很大 但是问题是短线你看 A指标数据-0.05翻黑的真正的大支撑在-0.11所对照的股价 所以呢2454的联发科同样的我认为他要逐第二只脚 现在在第一只脚 当然第一只脚你可以先来把这个价位拿回去 第一只脚的空间也蛮大的 想要了解2454的联发科第一只脚买点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2454加1 好来进来索取这个买进价 好那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想要赚快钱的好朋友们 我们可以透过当天啊 那么一些比较强势的股票不是涨停板的股票 是强势的股票 怎么判断强势的股票 就是A指标数据像这样要创新高 有创新高的 这样子的话呢 他就会在隔天会有很好的表现 会有很好的表现 所以呢你看包括这个2419的重期 那么在今天的位置来看的话呢 整个位置上来看你可以 如果有兴趣可以加赖进来留言2419加1来做索取 那么另外的话呢 训练的部分可以加赖进来留言1784加1来做索取 买进价啊 那当然这个位置上啊 那么要如何来索取这个买进价 那为什么你要来索取 你就算做当冲一天有个6%有个8%也不错啊 100万一天赚6万赚8万 1000万一天赚60万赚80万 好这些其实我跟大家常常在分享 像最近分享的成名店也涨了三只涨停嘛 精彩3374的精彩也涨了三只涨停嘛 好所以如果你对这个2419的重期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2419加1 或者说你对这个训练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加赖进来留言1784加1 来做一个这个买进价的索取啊 好您加赖了吗 如果还没有加赖进来的话呢 请记得加赖进来 加赖进来留贴图做一个互动 就可以不定期的看到类似像光盛啊 两个月涨1.7倍 或是像昆盈啊 一个月就涨1倍 可以看到这种标股的底部低点的关键提醒 好那当然重点的部分 今天最重点的重头戏就在于粉丝福利的昆盈第二 粉丝福利的昆盈第二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不到一个月时间啊 那么你会看到昆盈本尊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在4月19号提醒之后呢 就翻倍了 7月2号预告完之后呢 又大标差不多70% 所以这档昆盈第二就复制这个逻辑概念 一旦发动就是三个长虹涨停 可以重压而且会逆势狂飙 目标70%起跳 欢迎粉丝朋友们 那么可以在这个地方啊 想要拿到这个粉丝福利的 那么想要自己操作的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2365加1 那么这是免费的啊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他就可以做一个加入的 或者想要跟叶老师同步操作的 可以加赖进来留言2365加上联络电话 好或者是赖ID 那么燕容老师就会带你来做操作 好那当然7月份的震荡 早就在我们掌握当中 所以在震荡当中 第一档最棒最标的补涨股 他就叫做昆盈第二 昆盈第二目标70% 欢迎大家现在就加赖进来留言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留言2365加电话 或者是赖ID直接来跟上昆盈第二目标70% 他复制的是索罗门昆盈罗森光盛 在一个月内就资金翻倍了一个底部的一个起涨点 欢迎大家现在就来做一个留言 来跟上燕容老师的脚步 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就可以留言了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 好我想在ETF的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最喜欢最爱的00929 富华科技优袭00929 前面一再的提醒大家还不是大买的时刻 还不要大买 哎果然今天是大跌呢 果然大跌下来让你买 那很多人问说老师这个00929 买今天的时机到了吗 好00929最近一次除息是7月17号 好那么他下一次他要发放股息是在8月12号 那么一共是0.18元 0.18元 上次如果有买的话年化报酬率是10.4 好10.4 那这边的话呢能不能够买 好能不能够买 主要的还要看什么 还是要看他的一个成分股 成分股的话呢 联发科联电 第一点还没有到 好第一点还没有到 那可能还会再回撤 那但是呢联永跟日月光的部分已经回稳了 所以基本上今天看起来留下了一点点这个下影线啊 那基本上其实整个A指标数据其实是有杀低下来但是还没有接近最低点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啊00929的部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大家也可以来做一个留意就是说 你可以买但是不要买太多 那资金的配比我认为以现在来讲也许买个30% 那如果A指标数据回撤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一个月内有机会拉10%的空间 那这里的话呢你可以买70% 所以呢小买点跟大买点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加赖进来啊欢迎加赖进来留言啊那么在这个地方留言929加1 929加1那么在这个地方就可以来索取这个买进价啊那当然啊如果你想了解00929最标成分股 有这个50%空间的股票的朋友们欢迎留言929加2是哪一档呢就是这一档机器人概念股有富爸爸效应的这个机器人概念股哦 那么粉丝的福利929加2那么留言索取A指标数据0.19目前在底部区附近 欢迎大家现在就来索取这档机器人概念股富爸爸效应的股票留言929加2就可以免费来索取好联雅的部分 细光子概念股因为有成功形态然后呢前面我在这边就跟大家提醒137提醒涨到177那最近打下来之后呢到今天为止还在做一个整理目前还没有整理完哦但是我认为整理完之后还有攻击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对3081的联雅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加赖进来留言3081加1来索取买进价那另外呢1514的雅力的话呢是封电以及强刃电网哦那么6月27号本身 时段146附近提醒那么看到166高点带会员收割之后呢那么这个股票基本上如果说整个关键价位能够守稳的话呢那么整个关键价位能够守稳的话 我认为其实他是有一个续墙攻击的机会那如果你想了解1514的雅力的一个买进价的朋友们欢迎留言1514加11514加1好那另外2406的国硕 国顺的部分整个现行看起来有成功的形态那目前小小的跌破了这一个20日均线哦那基本上这个股票在6月份的营收年增率是2.7倍好那么整个产业面基本面是很棒的 那可以特别看一下在这个两天如果关键价位如果守稳是不是有一个转强的这个机会 所以如果你对2406的这个买点有兴趣的朋友们欢迎加赖进来留言2406加1来做一个索取买进价 好另外呢这一档这个6890的自协厂的来益啊 来益其实如果你昨天有加赖进来我今天早上7点钟公布的答案当中就有6890来益这档股票 好那来益这档股票今天怎么走的呢今天是跌破大家的眼镜哦今天差一点点涨停板 差一点点涨停板那这些是我在今天早上9点钟之前哦7点钟的赖 我说你加赖留贴图前200名我就让你看到最近会大标的股票 燕吾老师说到做到第一档打投资呢就是来益马上标给你看了好那这档股票他是受惠于爱迪达订单强劲哦第一季的单季获利呢 已经达到去年全年的超过一半了哦来到53%那么K线有一个中断整理完成的这个现象 指标值主底指标值主底所以我认为6890的来益如果买点出现的时候你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买点在哪里有兴趣想了解的朋友们欢迎加赖进来留言6890加1 好来做一个索取好各位朋友们您加赖进来了吗如果还没有加赖进来请记得加赖进来留贴图 加赖进来留贴图那么在这个地方啊就可以看得到燕龙老师不定期所分享的标股 那么就像今天早上9点7点钟所分享的6890的来益那么今天是拉到涨粮板附近今天啊这个上下之间有差不多9%左右的空间啊好那么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 等下就可以做一个加入了好7月份的震荡啊在我们充分掌握当中台股大盘第一只脚即将展开啊这个浪贫的追个钱才想水购图即将开始起标 黄金买点就在明天就是这一档昆赢第二目标70%它是最标最标首选的股票欢迎大家现在就加赖进来留言2365加电话或者是2365加上赖ID来跟上燕龙老师的行列哦好欢迎大家在这个地方小老鼠小A178写下来订阅我的影片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哦好时间的关系进行到这预祝大家操作顺利谢谢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胜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